人不能仅仅靠外貌去判断一个人是怎样的 人的内涵更重要 这句话用在你是我的荣耀中男主角于途身上 再合适不过了 前期的于途真是人间白月光 梦里心头好啊 又帅又高智商 又有语言艺术又绅士的正人君子 可是恋爱后的于途才让人刮目相看 他的那些语言艺术中的虎狼之词 听了会让人脸红 而他自己却开车得很自然 剧中 护撩且带有滚床暗示的抄修台词 更是令众人看得脸红心跳 小编今天就盘点一下杨阳那些虎狼之词 一 允许我的基因影响你的基因吗 剧中杨阳饰演的于途 与底力热巴扮演的乔晶晶交往之后 因为工作原因 两人被迫相隔两地两个月 期间 双方持续透过视讯联系 他为了解释火星移民 特地用说故事的方式 并用两人名字结合创造出虚拟人物于小乔 于途说 火星移民应该很很遥远 所以主角应该是我们的后代 一番话让乔晶晶听了害羞不已 还开玩笑说 他为什么还要补数学 他没有遗传到你的基因吗 没有想到 男方笑悔 这个要问一下乔老师 允许我的基因影响你的基因吗 立刻撩倒 让女方 眼面羞暴 不过 有眼尖剧迷发现 男主角虽然台词是 允许我的基因影响你的基因吗 但洋洋嘴型却是 融入你的基因 也有人指出 原先小说剧本就是写入融入 配音时才改成了影响 另外 这段桥段播出之后 立刻掀起了大批粉丝暴动狂喊 听到这句话 我从床上跳了起来 喝速略快 啊 太会了吧 太标了 意外掀起了热烈的讨论 二 可以吗 交往初期 与胡小心地呵护恋情 事前表明自己鲜少在恋爱中 扮演主动一方 如果过分了 记得提醒我 比如今晚我想留宿可以吗 比如 今晚我想留宿 过分吧 后来 于途与乔晶晶越爱越大方 经历两个月之后的重逢之后 他直接把女生带回家 上演翻云赋予前的激烈吻信 他问 可以吗 你跑了太久 我有点着急 接着被交女友一把抱起 直奔出访 三 开个新的地图 分开两个月期间 乔晶晶持续透过手机 与于途联系 还扮演起了恋爱APP城市 与男友互动 在即将返回上海 与南方相聚前 还要对方花钱购买小礼包 解锁见面福利 怎料 两个人相处仅有一天半的时间 让南方抗议 我发现我被诱导消费了 因此 于途提议 一般来说 出现这种情况 小程序的开发商 都会给一些补偿 比如说 开一个新的地图 接着用鼻头 亲碰女友的鼻尖 超撩情话 让乔晶晶亏 真是人不可貌相 没有想到你这么流氓 他解释 你想哪去了 我说是我的主物 而对女方吐槽 这就证人驱死了吗 他笑着腰头说 不是 接着便直接吻上女友 4.枕头喜欢什么高度 第一次在鱼途过夜时 乔晶晶曾反映 枕头太高不好睡 因此在二人的第一场床戏中 他把枕头丢到地上 单手撑住女友的头问 床上除了枕头 还有哪里不习惯 当女方回答 你 他则表示 这个没办法 你会习惯的 床上筋稳气间 于途要乔晶晶试试枕头高度 这样呢 别乱动 他原先撑住女友头部的手 渐渐下降 你喜欢什么高度 这个 不是 那我再低一点 最后他将手放开 上演超甜 明场面 枕头稳 5.我争了一个小时 是不是可以自由发挥 交往两年之后 于途有次到沙漠探班乔晶晶 帮忙把剧组的网络修好 让导演开心说 要多给乔晶晶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事后 二人回到了帐篷休息 再度上演了激烈吻戏 他语带暗示的说 我挣了一个小时 是不是可以自由发挥 真是让人看得面红耳赤啊 6.晚上哪个时间不合 虽然于途跟乔晶晶交往两年了 但是由于工作关系 双方聚首离多 在乔晶晶和陈雪聊完天之后 突然想到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于是问了于途 大一是我们这次住一起这么长时间 万一发现性格不合怎么办啊 你猜于途怎么回答的 简直绝绝子啊 于途假装深思之后就说 晚上我们哪有时间不合 你听你听听 这次同居因为于途要上班 所以相处的时间都是在晚上 而晚上的时间怎么能浪费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确实没时间不合 7.好久没看你脱衣服了 经历长时间的分离之后 乔晶晶一放长假 就决定直接住在于途家 开启老夫老妻模式 而于途工作完一回来 就去找睡觉的晶晶了 在额头上晶晶一吻 啊我人没了 紧接着于途就拿起睡衣 直接换上了 啊已经这么亲密了 我还以为于途去卫生间换衣服了呢 结果直接就在房间里脱了 而晶晶就这么看着他 等到于途钻进被窝里 晶晶抱住他并说了一句 好久没看你脱衣服了 咦好羞涩 原来之前是看过好多次啊 接着乔晶晶把手伸进了于途 衣服里面摸了摸 工作这么忙 怎么还有肌肉啊 原来乔晶晶也是超狠会的 八 那我们加油 乔晶晶在家里面收拾屋子 于途还没有走到办公室呢 两人通电话也是在开车 因为很多奖杯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乔晶晶就打电话问于途的意见 聊着聊着不知道怎么就聊到孩子了 于途说 白起来怕孩子压力大 乔晶晶说 孩子说不定超过你了 关于这个问题 前提是得有个孩子 于途猝不及防的开车回答 那我们加油 乔晶晶听了也是蛮羞涩的 然后就挂了电话 于老师也太会了 恋爱后整个一行走的老司机 九 懒得跟你讲道理 乔晶晶被惩罚 乔晶晶为了给于途惊喜 谎称两个月的消假被取消 怎料南方无意间得知真相 于他冷战了一个晚上 让他心中不尽的疑惑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不舍昼夜 或者准备不舍昼夜吗 睡前两人躺在床上 于途才摊盘表明 你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 乔晶晶立刻认错 紧张解释原本是想要给对方惊喜 你知道有情趣这个东西吗 他虽然面无表情表示 懒得跟你讲道理 随后立刻扑上女友狂吻 吻床惩罚乔晶晶 十 为了自己的快乐牺牲我的生物中 虽然乔晶晶休长假 但于途仍需外出上班 出门前他叮嘱女友调整作息 白天忍一下别睡 面对女方抗议 你晚上又不让我睡 他笑回 那你白天还是好好补觉吧 为此乔晶晶忍不住吐槽 我算是看透了 为了自己的快乐牺牲我的生物中 我算是看透了 为了自己的快乐牺牲我的生物中啊 没有想到于途反问 就我自己的快乐 让他再度脸红不已 以上就是总结 你是我的荣耀 杨杨撩热巴的十段台词 不愧是顶流杨杨 真的好贵啊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